794套床具经由货柜车运载 一批批送往不同州属 其中包括旁横州 动用各方人手接力搬运 看似顺利的过程 背后其实充满挑战 今天接到消息 然后明天就需要下货这样子 然后动员志工那边也很挑战 因为是工作田这样子 然后大部分的志工其实都需要请假 我也很感恩公司 然后上次就是批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批我的假期 然后我就有这个好因素可以出来付出 也为前线的医务人员 还有工作人员 就是让他们感觉到说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志工啊 慈善团体都是会一直协助他们 我为了